你 上面规划 就是要通关咱们村的这条路 你们小卖部呢 刚好在这条路上 到时候啊 把你们小卖部 这么一推 到时候啊 更多的车 都能通向咱们村了 小卖部是我命根子 你不准开我家 不 不拆你家 拆小卖部 小卖部就是我家 我宁可你把里边屋子推的 都不能到小卖部 你 村长说什么 我们就听什么 就是 村长 拆迁费 那个赔偿款 肯定给你们了 你们 你们放心 胡志费 你怎么能同意拆小卖部呢 我怎么不能同意拆小卖部 难道这个家伙 还做不了主了吗 你做着试试 我就要试一次拆 你不能拆 可以拆 不能拆就不能拆 你们先考虑考虑啊 我还有事情 我先走 可以拆 不能拆 不能拆 站住 你不能招 你不能招 你招 不能拆 可以拆 不能拆 可以拆 不能拆 可以拆 不可以拆 不能拆 胡志飞啊 我真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睛也能叛变 对 小卖部可是咱们家 你就这么吃钱吗 你没听村长讲吗 是村里要修路 哗 很多车就进来了 而且那是很大一笔拆迁费哦 那么小卖部开这么多年 难道我们不能换个活法吗 换个活法 我还不知道就是你那些小心思 你就是想拿钱娶媳妇吧 真是嫁出去的男人颇出去的顺 对 你说得对 有钱难买我乐意 我就是要扑出去 下不下 林子路 是不是城里那鱼盒来找你一次 你就觉得这家事跟你没有关系了 怎么又说上我啊 我不管 现在就投票 我不同意才想交的差 你站谁看着办法 子路 我 要注意你的身份和地位哦 你说得对小舅 你看我就知道子路肯定是肯 他肯定不可能跟我站一对啊 子路他不可能跟我站一对 我知道 我知道个屁 我知道了 哎呀 翘翘你不能这么对小舅啊 翘翘 你让你看我家 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无家可坏的滋味 翘翘啊 翘翘啊 你不能这么对小舅啊 哎呀 翘翘啊 你不能这么对小舅啊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书架 给我买这么多鞋干什么 我又穿不过来 我也不是蜈蚣 真是不像话 翘翘 翘翘 给小舅开开门啊 翘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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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翘翘翘 翘翘翘翘 我还有办法告诉你 想让我无家可归 喂 欣欣啊 你在哪里啊 我在城里办事呢 晚上才能回来 小舅 金金啊 你跟翘姐是好闺蜜 这最听你的了 你帮我劝劝她 小舅 我这回真帮不了你 苏翘已经在群里发小舅通缉令了 谁帮你都得被处置 这孩子我今天非要收拾他不可 你死了 奶奶让你去干活 你也写了 住手 是你呀 不会写作业的笨哥哥 欺负我可以 欺负你姐姐 不行 你敢欺负我 告诉我奶奶这儿 嗯 敢说 你 不敢吗 这么多家务不过 你叫你姐姐一个人做 走 我坐 我没有 你要丢我呀 走 站住 顾晓东 你面要干吗 要是想拆小卖部 除非自我之上要回去 走走走走 走走 我们之前买两瓶水 还要把命搭进去 走走走 你也不注意反应这么大吧 当然至于 小卖部就是我的命 对 小卖部还能不告诉你 就把房子拆了 公子洛 你说得对 无知非就是这种 快点 把我们想拌不锁在一起 这样小卖部 就不能备着我拆房了 很紧的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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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晃晃晃 搜卖展 啊 放坏人啊 那个晃晃 搜卖展的 红紫雷 你 咱们跑掉了 跑掉啊 哎 哎 哎 你怎么自己在这里啊 我用书窍赶出来了 哎哟 怎么又被书窍赶出来呢 哎 走 等我回家 来 白给的 不花钱 我知道 我们家的酒 你白拿的 倒上哈 刘姨啊 这个酒没有白喝的 莲花纸 深入喉 二锅头 解忧愁 敬你 哎 哎 刘姨啊 这村里要拆小麦布也不怨我 这书窍把我赶出来 我一天没吃没喝 他连问都不问一句 那个 拆迁的事哦 村长有跟我讲过 你们小时候总是去 许愿的那个老宅哦 也要被拆了 那里也要被拆掉啊 嗯 很多人去那里许愿的 我真的就在那里啊 我听见神仙跟我讲话 那 那个神仙是不是跟你讲过这样一句话 小飞 你可以的 加油哦 哦 刘姨你再说一次 小飞 你可以的 加油哦 神仙求求你保佑我 互读成功 考上大城市的重点大学吧 小飞哦 你可以的 加油哦 哦 那句话是你讲的啊刘姨 哎呀 那个神仙就是你哦 你知道那句话对我有多重要吗 要是没有你鼓励我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考上大学 没有你帮我照顾我一个人也带不上我书桥 我谢谢你刘姨 哎呦 谢什么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嗯 就让我想起你小时候哦 被欺忽了就跑到我这里来扣鼻子哦 小飞啊 你是个好孩子 我这个老太婆一个人在村里生活 会一个有你哦 和书桥来照顾我陪着我 我心里不要一提有多高兴哦 所以哦 那个黄纸啊 钱啊 都不算什么 人债 秦债 这才是最重要的哦 柔姨 敬你 好 嗯 我跟你说刘姨 哥当初在东北啊 哪混的啊 你方便便便的 他那就是打工 上班 我还是啥啊 我那会儿说我 我说我穿个叶 我做个买卖 一堆给我送钱呢 那钱给我送的 你那送麻了你知道 送麻了 什么什么老弟 哦 是 我跟你说老弟 就爱情这个事 你这么看 我哪懂这个小舅 我年纪还小呢 鬼别了 什么呀 这还 还小啊 爱情 四杯酒 喝了酒变狗 这酒我喝了 我呀 我呀喝多了呢 我呀 我跟你说欣欣啊 真是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哥哥就 就过不了你这晚 你长得好看 那这样白的 赶快赶快把它弄走 就是白雪公主 我这心脏病都要坏了 白 晓晓 这不是瞎说 走 都回家了 真白 嗯 你说俏俏 我 我 我会坑他吗 我把小卖部卖掉 又不是钱 我自己 拿去挥霍了 我是都给他 我让他出去闯一闯 见识见识 不然他一个人留在车里干嘛呀他 可是小舅 他喜欢干小卖部 就让他开呗 他开心就好 他开心 你走了他会 他会开心吗 他那些个朋友 最后该出去读书的读书 该工作的工作 可能我都会走掉 他开心个鬼 他一个人待在车里 他会开心 嗯 我喝酒 从来不浪费 你 对 人生 最重要的就是人生要 目标要长远 所以兄弟 你帮帮我劝一劝俏俏好不好 可是小舅 俏俏怎么 你 快 走 总部 收到 废虎队就位 住啦 这个 搬了 快快快快快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起来啦 村长你在做你做什么 我 你是背部无奈 村长是来见着我们分家的 从今天开始 小麦不归我 这房子归你 我的东西我拿走 其他家具 平分 俗俏我 我是不是给你的阳光 你就灿烂啊 还有 车也是我买的 我要没收 不是你有话 他好好讲你了 听我的车干什么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从今天开始 我走我的阳光道 你走你的坠绪之路 以后啊 你就回村长管 我 这虽然是事实 但是这是能讲出来的吗 这话能当着我大舅哥的面 讲出来吗 大舅哥 还有 这个我也要拿走 大舅哥 这是外婆留给我的小麦布 无论如何 我都要守护住这里 如果小舅是不是真的很过不对 那我翘子也不会亏待你的 你的小肠 折腾两天 你气也该消了吧 可以跟小舅好好沟通一下吗 我跟他没什么好沟通的 他就要拆我小麦布 必须分家 他同意拆这儿其实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结婚 他是想攒钱供你去读书 让你出去看看 怕你被这儿困住 我被困住 我高兴 我乐意 丁子洛 你到底在哪边啊 我当然在你这边了 但你跟他分家 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我知道你舍不得小麦布 但你的人生也不能只有这个小麦布啊 你不理解我 你们倒不理解我 你走 你走哪 苏翘 你别闹了 我没闹 明天大伙都要离开这儿了 读书的读书 上学的上学 只剩你一个人在村里 那你倒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走 我不在意 我们走 你真的不在意 对 我不在意 我就只在意小麦布 好 你一辈子睡这儿吧 我不管你了 行 那我就一辈子睡这儿 永远用不着你管 坐下 我听说你跟小舅分家了 还是你厉害 不过离家触走这招 我每次都失败 你也差不多得了 小舅这次好像也没做错什么 你懂什么 护主啊 你怎么吵个家 还把小舅的户口牵我家去了 表姑和小舅的事 已经被我爸知道了 都是一家人了 你就原谅我表姑父吧 叛徒 你这就叫表姑父啊 行 那你们就一家人整整齐席吧 翘啊 你现在睡在小白布吗 你可以来我家睡 还是你跟我最好啦 但是你这样对小舅 确实不成熟 你们都向着小舅说话 我再不要理你们了 胡志飞 你不要半样来求我 求我我也不会理你 胡志飞 小舅 是你们 你别吓唬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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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打枝衣服 你打架奖唬我啊 你是谁啊 你要干什么 我不是说我小白布 你走开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要到我家 我叫你 你放心 情况呢 我和警察那边都说清楚了 你放心 你先照顾好孩子 比如呢 明天再过去弄就行 谢谢你 好承认 都是一家人 客气什么 快进去吧 那我就不送你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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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刚刚 谢谢你 刚刚真的很悲喜啊 你为了小外部命都不要了是吗 我只是想保护外婆留给我的小外部 我有什么错 你没做错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 外婆她在意的是什么 你刚才那么冲动 外婆会开心吗 好 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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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会在小外部等你 好喝吗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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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跟你做做爱吃的酱母鸭 不是说好今天要来接我回家的吗 说好的时间怎么又没来 好喝 爸爸站在那里很忙 过几天再去接你啊 母母 不开心了 不要不开心 外婆 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 傻孩子 怎么会呢 你还有外婆 还有书窍 你还有小卖部呢 家里有吸引波炉啊 快去吃 不然又要书窍给抢了 快去 你还有舅舅在 他就会陪你 他就会陪你 套手别怕 还有我 一秒钟 他就会陪你 一秒钟 没关系 我 这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外婆当年是为了方便照顾我 才放弃了重点 开了这间小卖簿 外婆走后 小舅为了继续照顾我 才继承了小卖簿 这一待就是七年 我之前一直觉得 想外部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我不愿意离开这里 是因为这是外婆 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只要我不走 外婆就一直在 可是当坏人要烧到小卖簿 我的亲人 朋友们 都第一时间跑过来 与我一起守护着 这时我才意识到 重要的从来不是小卖簿本身 更重要的是因为小卖簿 而连接在一起的情感 这份感情 有外婆 有小舅 有林子路 有房梁 关金钦 王念雨 有村长 有刘奶 有看着我长大的村里人 他们一直在我身边 被你说声挂难 梦成的爱意 这总先说得太断 所以我同意了 是时候和小卖簿告别了 因为前面还有很漫长的梦 要和爱我的人一起走 未经许你的温暖